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马先生 现在我看是女人真比男人忙 感觉你看我们这个礼爱 马上就急等着要赶飞机 对吧 所以就是女主外男主内 我们整天在这待着 可以跟你聊 没有因为你们是靠智慧在工作 我这个属于要摆pose要干嘛 所以赶紧得走 换下一个地方摆pose去 你看这话本身就反映了你的智慧 多会跟男人聊天 哪有 当然现在女的外出也是不太容易 是吧 为什么这么说 不是你到剧组静静碰着男演员 要是喝多了就强摸强吻这事 你说陈浩铭那事是吧 这事你没研究吗 我反正也八卦了一下 我觉得真的像连环剧一样的 这个够好看 这个事 但引起我一个好奇 你是拍戏 你最近拍的电影吗 对我拍电影 这剧组里女演员安全吗 我算运气好的 我拍两部戏 一个是徐静蕾导演的 读拉拉生殖记 第二部就是我刚刚拍杀青 就刚刚已经上映完的这部戏 两部戏都在北京 我都回家住 我没住过剧组 当然了你说刚才那些事 我也都是道听途说的 因为我也没怎么做过演员 唯一做的演员就这两部戏 都住家里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 我也只是看了陈昊明的报道 然后我觉得真够猛 然后我只能说 不就是就喝多了搂了一下 没有强吻 直接是这样掰过来 这么就这么吻 这个喝大了酒的时候 我觉得这事挺正常的 你瞧 他不酒就喝大了吗 他是人是被酒控制 酒是有能量的 得释放出来 说实话 他不就是个吻吗 强吻你就全当演戏了不就完了吗 好马先生 这话你该开记者会到下来 有这事吗 不是人都报警了 还有报警这么一说 对啊 他事搞得挺大的 人家女议员都报警了呀 你这玩意 就当时就报警了 不是后来就就被被这算骚扰吧 而且 而且你知道这个最最就是为什么他像一个电视剧组没那么好看呢 是因为这个女女孩呢是是叶问的徒孙的徒弟 叫做叫他他那个叫不好意思 我一下不好意思忘了他那个权叫什么女权 女不叫女权 叫什么权 永春 永春的就是他其实会打 他有他有武功 但他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要强迫他干什么吧 他其实那个当时的那个 武功都使不上了 当然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图片呢 这120张图片了 一到最后的时候那女的其实是怒了 然后把他给推到了墙角 就是你要干嘛 反正大概是 怪不得 原来是恋家子 怪不得还有个师傅什么叫显国林 对对对 显师傅 我看这俩道歉就是希望人师傅能能能饶了他 是是是 不知道 我以为就是喝多了弄一下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他其实就是可以感觉到 就是最近我觉得香港最大的新闻 对 那这个陈浩民呢 拉着怀了孕大肚子的老婆 就是开记者到大会 道歉 然后就要哭的脚软 就是哭的 风死十几个人嫁出去 哭成那样 你马爷你讲的有一个有道理 他呀里边就说我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 我这个被酒控制啊 确实是有些人是有这个酒饮 对吗 但是现在这是个问题 你知道有一个很古老的词 咱们今天很少有人说 这词叫酒得 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人被酒拿了以后啊 拿住了啊 他啥事都没有 他就回家睡觉 他就说我不行 我睡觉了 这是酒得特好 酒得好 最讨厌的就是比如当众撒鸟 什么事都有 就就叫散德行 就是把你平时那德行全算出来了 这是酒得不好 他属于酒得不好的人 我觉得呀 但是你酒 我觉得没有什么法律 说你要喝酒期间犯了事就不算事 那当精神病对待吗 也不不不 那不能说不 你喝酒犯罪是一样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喝酒呢 在我们社社会社交行动中呢 大部分人都可以原谅 那我们碰到这事多了 喝就撒酒疯了 说实话 你看马先生就代表一种观念 我多多少少不同意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状态下啊 这个陈昊明玉 他算是这个 这女孩才19岁 他就是前辈 这个岁是没关系 他80岁也可以高 我觉得是什么 他有点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给我这种外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是你师兄啊 你别得罪我 然后对他有点点这种仗势的感觉 旁边还有另外一个艺人 好像是马德中吧 还是我忘了那名字了 还有另外 还有另外一个艺人 还有好多人一起呢 大家就这么看着 他不是说就这两人 然后喝多了怎么样啊 他是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一个场 他还不是说夜总会啊 唱卡拉OK那样的场合 他是一个坐在那好像圆桌一样吃饭的一个这样的场合 灯光还很明亮 要不然拍照片不会这么清楚 我以为是在拍下来 对他小报记者给拍下来 这事布个光了 那灯光 我看照片灯光非常明亮 所以他还不是那种所谓夜场啊 那种场合 然后呢 大家就看着他们这么就是这么欺负一个姑娘的感觉 就有点上去当年我们有过这么一个事 那有一年我在上海 那就说起来都十多年小20年前 那时候你就干过这事 对对对对 跟这差不多不是我呀 是他们有几个女的非要跟我喝酒 他不知道我这个暗藏的酒量比较大是吧 然后后来我们就事先说呢 喝就是喝的不不省人是权为罪啊 第二天咱们有人总结 旁边总有人不喝酒对不对 对结果就有一个女的喝喝喝就喝大喝大了以后是冬天 圣诞节嘛 他穿一那女的比较胖 穿一个那个毛衣 那个大大套头的毛衣 喝多了就抬住去了 这抬的时候呢 他胖了 这个上身一个下身一个往外抬 但是上身的人连猫衣啊 带着这胸罩呼噜一下就给吐露到脸上去了 你想想是吧 人也不是成心的 但这人呢 说也没法撒手扔的就这么抱着 从这个长廊 直接就给上上宾馆那个就房间了 那你按照今天这说法这也算骚扰吧 就算过时杀人 对 不叫杀人了 就算过时 对 吐露这么一下子 那我想这个呢 那女的是不知道 第二天都那时候也幸亏没有这种摄影 什么都没有 你感觉今天所有人都得掏出手机来 呼噜呼噜的给你拍了 对不对 完了就完了 这事想起来 这是过去的事 你要今天如果是 这些人都是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 马上就变成大事 对不对 这个但我听着你那还是无意 对 他这个还是有意 他这个感觉就是 就是 我是觉得那女生刚开始的时候还带笑 哎呀不要 就看着照片 我觉得还有笑意 就是说就反正就有点就是你不要这样啦 怎么怎么样啦 然后就是还脸上还有笑容的 反正是 然后到后来 因为我也没看完 我只看了前面几张照片 我心想这这算是在在强迫他吗 感觉好像还有笑容的 但是我看的报纸上写 反正是最后的有几张照片 是看到这女的把她一下推到了墙角 说你要干嘛 类似于这种 就是还是挺不乐意的 就是当场就翻脸了 对 当场翻脸了 对 而且其实呢就是说 可能我觉得当时那场面就是有点 仗势 我觉得是有点点就是你不要得罪我啊 我这可算是你娱乐圈的前辈啊 你以后要混你不要你这样得罪我了 你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大概有点这种感觉 他这个咱就过去啊 社会上的规矩有多种 比如说行规 江湖规矩 潜规则 法律 道德 这都算是很多种规矩 但是 现在好像基本上啊 服从最终服从一个法律规矩 嗯 你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啊 这个各地就各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你比如韩国 嗯 你知道他那个妇女地位也不是在咋地啊 要不有自杀的意义 意义 最近这个韩国的一个什么呢 你知道现在在韩国呀 呃女员工受性骚扰啊算工伤 你知道吗 是是是我看到新闻 一个什么韩国职工福利机构 说有一女的被两个男上司 常年性骚扰 骚扰成忧愚症了 这机构评级有工伤 治疗这病啊 报销 就是就就就算工伤啊 这种事会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陈昊明这事吧 后来发展成下一集的联系剧呢 就是说 这个女孩的经纪人 其实看起来也就比她大个十 好像也就比她大个16岁还是17岁 其实是她的生母 啊 也就是说这个经纪人16岁的时候 就把他这个女孩给生下来了 然后呢 就年纪太小 当时还带不了 就只好好像反正等到这女孩 好像11岁12岁才相认 就成了一个就是又成了一个就是 母亲跟女儿的这种亲情的这种 你发现没有 剧集了 续集了 就成为一个电视连续剧 他得聊下去 对对对对 一个星期哦 这个事情在香港搅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连续报道了一个星期 我如果不是说做这期节目哈我之前我只看到前面我都不知道后面后来一看哇塞 哎这些事发展的非常的有意味吗 是我看到新闻书我没有感觉我当时第一反你不是 你亲了一下这今天这个事情全世界每分钟发生很多一模一样的事 你觉得是吗 对他那个道歉的时候呢 因为我看到新闻就是那个男的道歉 我看报纸上翻了 说他道歉有一套程序 有张纸上面每个该说哪句话到哪要要停顿呢 什么就是就是完全像个剧本一样的道歉 我认为这种道歉我从内心哈认为是不真诚的 对这种事一定是不真诚的 但是从你说的那个什么哭到脚软给掺出去 这多少就是假戏变成真的了 那肯定 要说这个性骚扰这个事啊 我觉得真的是啊 各个地方啊形式完全不一样 你比方说你要说最干嘛的北欧 你知道芬兰 芬兰现在聊这个性骚扰说的是什么 啊说的是啊 在探讨啊 女的不能在办公室里吃冰棍 嗯 你吃冰棍 你构成骚扰就对男员工 你想他们就会聊到这儿是这个情况 但是广大的东方 嗯我发现基本上 大多数情况下好像还是 男的欺负女的 尤其是咱就说这个酒桌上 嗯我觉得啊 有些女的东方女的 嗯其实挺痛苦 嗯在中国啊有一种特殊的这个潜规则 那边男领导 嗯让这个女员工赔酒 赔酒 对很多喝酒这个女的啊其实特难受 嗯 还得帮着领导敬酒 而且这个摸不弄弄这个言语上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你要怎么着 你投诉吗 嗯 没有用啊 没有用 现在今天呢 我觉得像刚才说韩国那个他好他有证据 我听了那有录音吗 那是中央新闻播的吗 那么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手机 手机一个短信一个电话都可以留下证据 你可以说他说你半夜骚扰他 你说这个没骚扰 他说你看半夜他连着五天打进来18个电话 都是半夜11点以后打的 你说什么事你领导说不清不能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这夜里对不对 所以你说不清你这个电话内容 那你肯定构成了这个性骚扰的一个证据 这是中方文化就男人永远是强势 可是今天的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办公室文化 或者说社交文化中 其实不全是这样 现在女性的主动的 是就不能说性骚扰 就是给你暗示的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 但是但是刚才 咱俩是同人不同命啊 你怎么固在这个呢 但是刚才斗文涛说的那个让我心里特别难受 就是说领导要求这个女员工去陪酒啊 这个什么的 因为我算是命好的 我没有进过任何单位 我一直属于属于自由职业者 就是反正就是属于有手艺 对就是你你找我我就属于有手艺 没有你不需要我就走 反正我也不需要讨好哪个领导 外面的世界更冷酷啊 对但我一听那个我觉得特别难受 你特别是某些公务员 或者是或者是企业上 你没碰见这种情况吗 我碰见过是什么呢 比如说庆功宴就是晚会结束以后 庆功宴领导跟赞助商在一起也做着什么的 他就比如说我就因为我不太能喝 我喝会过敏 第二天我就干不了活了 就脸上都会发那种红疹 就没法化妆了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喝橙汁 但是我就我你说我一点不能喝 我喝能喝一丢丢 就比如说刚好隔壁的这个台里的领导说 来李爱我们碰一下谢谢你今天怎么怎么样 那我就喝一点点 那边赞助商就不干了 你说哎 那你不给我面子啊 你得给我 你得也得给我喝一点啊 什么的 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就意思 就是说我给嫁那了 就变成每个人我都必须喝点 然后不喝一点就不给面子 因为我跟这个领导碰了一杯 我后来就急了 我那那次我是真急了 我拍车子了 我说我就不喝走了 就因为我是特别讨厌人劝酒的 因为我我觉得那是健康的问题 就是你你这么往往哪逼我呀 但是人家不信你 人家觉得你拿过敏这事 糖塞我或者怎么样 我不是不给你面子 但是你我觉得这可 反正我就觉得特徒特低 你到山东去喝酒 山东你过敏那不叫是 山东是这样 我去喝酒的时候 这个人说我喝不了酒 他说这就是一瓶滴滴味 你能不能喝 他就这么说 你要不喝他真把桌子给掀了 就变成这个今天这事就全部归零 而且会 而且更糟糕 更糟糕 所以很多人就得忍着 这不就喝运过去拉倒 没错 没错 所以我到后来就是知道 既然我这脾气又臭 然后又不能喝酒的情况下 我就坚决不参加庆功宴 参加庆功宴也不要跟领导 咱们跟工作人员一起 因为这样的话 反正大家都知道 也不会来逼我 也不存在什么面子不面子 也没有这事 你说也挺快 为什么中国北方民族 把喝酒当自虐呢 不是当自虐 你很多情况真是就是拼 就是说 那好像是我都这样了 在这喝的 你看南方人好像比较 比较稍好一点 我觉得也厉害 现在也不行 越来越厉害 我就不明白 这是个愉快的事吧 咱从道理上讲 但是最后为什么就变成一种 杀敌一万自损三千 对 因为是酒很容易把人喝成临界 就临界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就憋着想说不说的话 都会说 这样久而久之 大家都知道在这时候比较真诚 因为你也碰到过这种事 人喝到临界的时候 反正说到过头的话 但你能记得吗 第二天能记得 马先生 我接触过有些人 那个道行高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们演员都比不过 他是拿酒当兴奋剂 实际上他说的还是liar 还是谎话 但是你知道他酒 使得他有了特有的真诚 实际上我在旁边吃的 满嘴胡说八道 可是都是有目的的 这种道行就更高 他心里明白 但是他需要这个酒劲 让他表演出来 让他发挥出来 所以说酒当怂着哪 这个人有时候胆量不行 喝两瓣一酒就赶了 有的人比如 一辈子喜欢这女孩 就没敢冲上去 就是酒帮助他的 这很正常 没错 上去就强奸了 那 有 我见过这样子 真是酒壮怂人的 真的 平常不敢 真的喝酒 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反正我觉得这个酒文化的事 我能 我理解是原来 就是以前生活过得不好的时候 酒是好东西 我敬大家 让大家多喝一点 让客人多喝一点 其实就等于相当于我把好东西 让客人多来一点 到后来 现在变成说 这也 这谁家买不起 这酒 我要说实话 的时候就变成是 你要是愿意为我受苦 你就是把我当朋友 就好像要表忠心了 拿这事来 我觉得特别低级 我反正我是特别不喜欢 而且中国人认为 在酒桌上 把人家打败是一个特别光荣 没错 显得什么呢 显得身体好 反正他是酒量大 他就一定要这样 而且是现在是带着队伍去 就是说我这边有几个 那边有几个 我碰见过有几个 就专门去跟人喝酒的 他有一套对付人的理论 他绝对能把你喝倒了 没错 他跟你酒量一致的情况下 他你一定拜的他 不 我就是听说啊 就是说如果说怎么怎么 这样喝了大醉以后 以后能成朋友 生意就能谈成 这就真的能够百分比 能有调查显示 是说喝完大酒以后 这个生意好成练 你要是在基层 他很熟 咱们取一下广告 我跟你说 我们有的广告都是喝酒喝出来的 你知道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 马爷 这你得聊聊了 怎么喝酒就谈成生意了 那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尤其北方片啊 北方片的所有的生意 你不上桌是不可能跟你签约的 有的领导上去 那我就看见很大的声音 那领导说今天你把这酒喝了 我明天就给你签约 而且他说话是算数的 那必须喝那一杯就是半斤啊 下去你就直接谈 台湾的特高兴 我把它给弄碎了 这种事很正常 这个我真是什么心理呢 他是什么心理 我们今天酒桌文化的这个我都怕 你知道我原来啊是不大怕跟人喝酒的 因为我 你比较能喝 对 跟我喝酒的差不多都死 现在因为身体缘故 所以加上年龄大的 喝多以后就发誓不再多喝 就是他伤胃嘛 那么那时候我就发现 因为我有时候下去碰到各色人等 尤其是我觉得中国基层做生意的人 不可能不喝酒 不喝酒什么事都谈不成 是 绝对是 你正式的事第二天补办 手续都没关系 只要昨天酒桌上说了 而且中国人现在形成一种文化 酒桌上说话是算数的 你要酒桌上说话不算数 那你那个口碑太差了 说这人甭跟他喝酒去 他说了都不算 但是你喝多了 你哪记得 你像这事记得 这人很清楚 不是但是你想好 就我们拿陈昊明这件事来说 他就口口声说自己喝多了 所以他亲了那姑娘 是对不起 他不算数了 他就变成 不是 不是 他还是心里喜欢他 在起码是这个 然后酒又涨着点胆是吧 完全拱着点 就没想到得到这么一个后果 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说中国呀 为什么得在酒桌上办事 就说 你看 因为后来我就瞎猜 我问你一个人 他会说到一些什么 他说你看这个酒 他在真假之间 就比如说 他说你比如这个官 他就说比如在贪官 你也不能说 你要清醒的状态下 你说收贿什么好处 他不会这样 他就他说他即便要收你的钱 双方需要有个了解的阶段 对 那就是在喝酒 半真半假之间 你慢慢的就了解了他的深浅 他也就了解了你的打算 这个里边说起来很玄 如果完全不喝酒很清醒 这事没法谈 而且我们的九州文化现在形成了一种 由于生活好了 酒多贵都不怕 就变成越低的人 越来劝你酒的时候 他要先干 他要多喝 是这么个话 只有拿半杯 就拿着半杯来敬酒的 人都不干的 是你来敬酒就得满杯 而且表示诚意先喝 那有的人上来敬你 为了灌你 他上来说我先喝三杯 您随便 没事 这说起有个八卦的事 是林志玲去敬那个那英酒 这事你们知道吗 没听说的 这事特别八卦 但是这个事也闹的就是 就是其实挺多人知道的 就是好像是在一个什么 庆功宴上 然后很多明星 然后林志玲可能还挺喜欢那英的 就拿着杯酒 就去敬那英 那英姐我敬你一杯酒 然后碰 然后他其实因为林志玲不能喝 这我们都知道 一喝以后全身就过敏 就跟我那反应一样 模特儿都一毛的 他就敏了一小口 然后那英说 这个你要敬我你就得干了 然后那他经纪人就在旁边 林志玲经纪人说他真的不能喝 过敏怎么怎么的 那也不能喝来敬我干嘛呀 对然后你看他特别典型的北方 对好像那 我不知道细节我不记得 好像那英就把酒给干了 然后说那你干不干 你看着办吧 就把 还敢招惹那些 结果这个 这个志玲姐姐就给嫁那了 他就迫不得意就把那杯酒干了 然后当天就发了 发了一整个 然后结果记者就开始说了说 你那英这个得力不招人 那怎么怎么怎么的 什么的 然后那英姐姐还在那个康熙来了 就还说道歉 说我真不知道他不行 然后最后还补了一句说 他过敏他干嘛要来敬我 对对对 挑战吧 对对对 也是好 这文化的差别 文化碰撞 这玩意真有意思 所以说 那这